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先看到他的心理 他的心理个性来讲的话 就是说 会比较倾向于 稳定性的静态 但是呢,这个偏印 因为偏印是在整个命局里面 最旺的一个星术 那偏印的这个特性会不会出来 那偏印的特性就是什么 就是喜欢胡思乱俠 那又因为笔尖透干 又让他很能够坐得住 好好的去俠 所以这样的人最适合怎么样 最适合找个地方 找个山洞去闭关修行 要是关在一个地方 搞不好关了 三个月半年的他都不会觉得受不了 不像我们这种属于动态的 像我们这个人水 就属于动态了 你说真的要去什么闭关 要去休息 或是要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不动的话 不容易耐得住 你的那个心情比较 比较冻 那这样给人家的感觉 好像说他 非常非常的沉浸 但事实上呢 在沉浸的背后 并不是有那么样的 好的现象会出来 怎么说呢 因为 偏硬的业定因果 会不会来干扰影响 会喔 甚至你在沉思 或是在胡思乱想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 也会产生很多 这种意识上的干扰影响 像我们一般民间常谈的 比如说被附身 被冲刷 还是严重一点 精神错乱 还是精神失常 情绪失控 正在偏硬这个心术里面 它都会很容易 会产生这样的干扰情形出来 那甚至这种干扰情形呢 我们就进屋来研究 在什么地方 会最严重 在什么地方会最严重 我们就看这一个心术 或是这一个胸心 它落入 什么位置 知道吗 如果它是落入 我们说落入黏住的话 黏住叫父母功 他可能跟父母的不动性 或是由他前辈子 带来这种意识 偏硬的干扰影响呢 就会比较严重 可能跟其他朋友 或是跟先生在一起 又不要这样随便发神经 可是搞不好跟爸爸在一起 两三句话 他就会发神经了 他说哦 这种其他的事情 他都可以很理性的处理 比如说事业要怎么处理 可是只要有些事情 是跟他爸妈有关系 他就会抓换失场了 我们会常常看到 类似这样的现象 那这个胸心 他并不是落在父母功 或是事业功 他却是落在夫妻功 跟子女功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很容易会因为 跟先生的互动关系 跟小孩子的互动关系 就产生什么 产生那种多疑啦 害怕啦 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 歇斯底里的症状出来啊 像我们上个礼拜 有一个师兄 刚生了一个小孩子 他那个小孩子 好像手上有一个胎疤 什么之类的 他一来就跟我讲得很严重 他说小孩子这个胎疤啦 这个胎疤是不是一个字啊 这个字 以后会不会转化成皮肤癌啦 你小孩子还生出来 没几天 你就把他想到快快要死掉了一样 好 他的小孩子立马看一看 因为他要来 帮我帮他取名字 顺便问一下他小孩子 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我再跟他讲 你小孩子比肩很旺 正义也很旺 基本上我看你的小孩子 绝对没有问题 是你比较有问题 手上长个胎疤而已 你就把他讲了 他真的快得癌症死掉了 然后还要我赶快帮他忙 赶快帮他取个好名字 看他们马上就又赶快把他 救你这个水深火热之中 我说看你老爸这种 看这个小孩子 我想说看他爸爸这个样子 以后等他长大成人 一定会像他老爸 好 这个是太过紧张了 这情绪 在这种精神方面呢 我们都觉得他是 有一点点这种失常 几人忧天 所以像这种情形呢 他是落在出气宫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当他的先生就会很急 知道吗 搞不好哪天呢 我们刚刚看到情形 搞不好哪天他去逛百货公司 突然发现他的先生 今天既然没有去上班 这种女孩子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那种咖啡厅 在那有说有笑 哦 还能够这样手来脚去了 哪行骂笑 回来了 就问先生 你到底 今天去哪里 先生也不跟他名讲 就是说 今天就在公司上班 他就开始服则了想 我们先生一定有外遇了 一定不要我了 要把我抛弃了 我对他这么好 想一想 想到晚上整晚睡不觉 三天都失眠 然后就自安瘤 就我以後他要感見我那天看到你在咖啡廳跟哪一個小姐有說有笑的 搞不好先都跟他講那或是我十年不見的表妹今天來台北有事來找我 當然跟他出去公司旁邊的咖啡廳聊一下講一下 因為從小感覺就很好啊 本來就是這樣非常親熱的一個小舉動就會出來 他是不是就搞了一個大不容 我們很多人有沒有面對這種問題 不去把他不明白不去把他講清楚 然後一些蠢事傻事就亂做一通的 有沒有很多這種人 我告訴這種人絕對一定都有偏硬在干擾影響 所以遇到偏硬的人 如果你知道你的家人有偏硬的話 當他一有什麼事情要問你 你要不要馬上就要講得很清楚明白 這樣了解了嗎 你不要讓他有什麼 去懷疑 去多疑 去亂講的空間 這樣你會害死他 那你把他害死了 你自己也好不過到他那裡去 你也就是說他要千年嘛 是不是如此 這個就是針對偏硬或是劫財 都有這樣的特色 你都不能夠做任何絲毫的隱瞞 所以像這種偏硬落在夫妻宮 他對於他先生的這種猜疑心 多疑性 就會很強烈很強烈 那相對的 也有一個落在直理宮 往後呢 當他的小孩子 大概也好到哪裡去 也會很辛苦 好